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一项政治决定 接着我们来看新闻快讯 调查一码公司等课题的特工对成员 连日来被警方援引破坏议会民主 调查泄露机密事件 其中已经有署名反汤会官员遭到问话扣查 前首相敦马哈迪昨天在拉曼大学双西龙分校的一场活动上 发表演说时提到 属于特工对成员的反汤会官员 被警方扣查问话后 下一个被调查的人将会是国家银行总裁杰弟 尽管杰坠目前只传出谣言 但是杜马哈迪认为 在这个时候传出来的谣言 一定有他的道理所在 沙拉首长阿德南再度强调 沙拉月绝对不会退出马来西亚 更谴责沙拉月退出马来西亚的言论是愚蠢之说 他说沙拉月需要更多的自主权 更大的权益 但是沙拉月不必退出马来西亚 因为沙拉月需要在马来西亚 遮把大雨伞下遮风挡雨继续前进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 请继续留守白隔时事